係係水靠,暑假過得真是快,差不多又開學了 我發現大家都很喜歡我的文具系列影片 而且無論是留言還是觀眾來信都好 都希望我可以提供一些有效率的學習方法 所以這次就趁在開學之前介紹一些可以增加學習效率和動力的文具 讓大家可以享受學習的過程 當你讀到大專大學這些課程的時候 由於一般都不會提供學生手冊 所以很多人都會買一本schedule book來記錄功課 不過你有沒有見過這款專為學習而設的schedule book呢? 這本書除了提供功課欄目之外 它最大的selling point就是它有時間隔網 可以等你訂立或者記錄一些工作的時間 可以利用不同的藍色筆 將不同的工作時間量視覺化 看到這種色彩鮮艷美觀的schedule book 心情都會變好 亦會覺得功課沒那麼大壓力 至於用哪種螢光筆最好或者最適合自己 歡迎大家看回我之前的螢光筆的中谷之戰 那邊就有極詳細的分析了 大家在上課或者學習的時間 有沒有做筆記的習慣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這種活頁筆記簿呢? 這款筆記簿的扣環和一般不同 它可以在頂部按一下 就會將扣環打開 隨時可以增添或者移除頁面 如果你有很多科目需要另外的技巧 也不需要帶很多本 只需要帶一本寫好了 帶回家將它們再分類 這樣就可以了 就可以減少背囊的重量或者厚度 單行紙上面的線還有這些等距點 方便大家畫格仔 畫垂直線 做一些圖表 雖然剛才介紹的那款Schedule Book是新推出的 不過我也是喜歡它舊版本 也就是有扣環的活頁筆記簿 因為用過Schedule Book的朋友應該也試過 就在學期就是完結的時候才用完 然後你又要買那本新的 又用不完 但到新學期又不想再用 如果用這種活頁的版本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不知道大家是怎樣溫習的呢? 會看回自己寫的Nooks? 或者將自己做過的作業再翻做一次? 如果兩樣都有的話 相信你一定會很喜歡這個品牌推出的小工具 由於紅色膠片只會被紅色的光線穿過 所以當放上紅色膠片之後 接近紅色的東西就會很難看到 甚至乎看不到 這樣就可以不用另外再拿紙 也可以進行一些快速的複雜 用在圖文型的筆記上面 也不需要擔心遮到問題的本身 而至於教科書或者學校提供的Nooks 都經常會有重點需要記錄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用螢光筆 但如果用的是深綠或者深藍色的螢光筆 再將紅色膠片放上去的時候 你猜會發生什麼事? 沒錯就是很難甚至乎看不到 highlight過的地方 用一些深綠或者深藍色的螢光筆做記錄 記錄過的地方會透過紅色膠片 變成黑色或者接近黑色 也因為這樣 所以很難看到記錄底下的東西 不過要注意 在不是黑色的筆墨上用呢 效果就不太明顯了 如果你用的是同一個品牌的深綠螢光筆 還可以利用它的暗記去除筆 將深綠的塗層弄不見 細心的你或者已經發現它漸漸消失 而不是被拆掉的 你有沒有好奇的原因呢? 這個就要涉及一些化學常識 不同的元素或者化學物的活性不同 而有些化學物在氧化前後的顏色也不同 我們利用這種活性的差異 和氧化還原反應 就可以將這些化學物氧化或者還原 這樣就可以改變到它的顏色 也因為這樣 深綠的塗層就會變成透明 不過要注意 暗記去除筆在一般的紙張上的效果就不太好 嗯… 我知道這麼多會不會被廠商敲門的 膠片上面有一個開口 可以很方便掛在屋上 一來可以當書籤 二來就算你想溫書的時候 沒有桌椅也好 也可以隨時拿來做 很方便 如果是舊觀眾 或者已經看過我介紹正典的面目 不過我還是要再說一次 因為經過這幾個月以來 我真的可以確定到它的實力 這個面目指可以隨意 依附在平滑的平面或曲面上 而且底部不會繞起 很貼服 這兩張四個月前黏在牆上 沒有跌下來 而透明那款也是這麼貼服 而在書上用 就算整本書已經寫滿了紙張 也可以利用正典面目指取易移動的得性 來額外增加筆記 要看的時候也不會阻止自己看 就算這樣掀本紙張 都一樣沒有影響到它的性能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種文具呢? 歡迎在右上角投票 這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再見 為了答謝大家對我文具影片的喜愛和支持 所以這次決定進行抽獎活動 將這些文具送給大家 而至於抽獎活動詳情 請看回影片的說明欄